如若如,这个AV 的棒子是均匀的 那么重量是W,既然是均匀的,它的重心就在中间 那我问你,AV 绳的张力,这条绳子,A绳这条的,V 绳的这条的张力是多少? 当然这个绳子一照这屏幕没有特别讲,应该这个绳子就清凡 所以它每一点的张力大小都会怎么样?彼此被张力拉开的力量都会一样 好,还有问你这个角度 人家问我张力,张力我有讲过,张力的特性是什么? 就是分线结构被张力拉开的力量 这张力拉开的力量就在分子结构两个分子之间的连线上 所以张力的一个特性就是你分析的那一点,那一点的张力就在他彼此两点的连线 也就是这样看他的接受方向 我们知道方向而已,大小不知道 所以张力的特性你这样,基本特性你没法解除他的张力拉开 OK?那怎么办? 就要利用这些现象遵守的建议 这个棒子有什么现象? 照理刚才这样讲就是棒子怎么样? 静止的,静止的 所以我分析这个棒子达到什么? 静止平衡的,静止来算到底这个张力是多少? 间接的,就是有间接的静止的方式来算能力 好,一样,静止平衡符合怎么样? 两个基本力,怎么样? 贵重的时候,合力等0,0 还有呢? 合力等0 那你会发现不管你是算合力等0,合力等0 坚决的基本条件 你一定要把力,所有的力找出来 包括大小,方小,甚至吃力点都要找对 你找错一个力,那就不用算了 了解一次哈,所以我们先来做一个 把所有力找出来 做哪些力?这个棒做什么力? 这个重力? 他呢?这个棒子还要谁接触? 这是超级力吗? 还有这个是神边的接触 这边的接触,对不对? 这边神的拉的张力 也就是他要求在A点的这个张力 B点的这个张力,对不对? OK 发现,这些力是找出来了 不过现在不错,我感觉到 班上很多的重点几乎已经都慢慢 裤上轮道了,倒进不成问题了 那你发现慢慢的就现这个问题 那个方向上找角度是最大的考验 所以你要剩下的就是数学上 你怎么去找那个角度的方式 多做题目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多做题目了 多做题目你就知道你去找那个角度 OK 好,就这三个力 合力等的理 合力等的理 但是这合力等的理要怎么办? 不要像这样处理 对不对?像这样处理 那怎么处理? 我在这边的话,这三个力 三个力的方法就很多了 其实在这一题也可以用工地三角形 因为它刚好是特殊实际三角形 去想刚刚的话 那我这里用的是用拉力定理 张力你可以用坐标分别的 好,那我这里用拉力定理 我说的这个是中理 还有神的张力TP在这边 还有TA在这边 OK 什么意思? 一样 不管你是用工地三角形 用坐标 或者利用我这里拉力定理 其中都是需要找角度 只是好不好算那个角度而已 好 这三个力 你用拉力定理的话 这个角度 你去看 W最大的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好 从这里 你知道这个TP 这个TP 这是30度 所以这个是30度 OK 一样 这里TA 在这边 因为是假的 你正平行的时候 你这个角度 就会是60度 OK 所以你这个 挡用最大的这个角度 谢谢 不是说看起来很像 不是说这样 有时候挂的时候 你挂不住 你会造成误判 那这个角度 会是90度 所以挡用比上 这个90度 更等于我的 TA 比上这边的 这边的 你看这是30度 所以这90度加30度 OK 90度加30度 TB 最高的是这边 90度加60度 OK 好 TB 90度加60度 OK 那我再次听点你 这一集 你用工具的代表也蛮容易算的 然后再用各边的比例 什么 那我先使用这边 你要算出TA 一样 你的TA 这个再90度是D 再移过去 就会想明cos 30度 再90度加30 cos 30度 cos 30度 cos 30度是2分之3 所以TA算出来 TB 这一过去 一样会等于 Ws 这个是cos 60度 算不完 这个就会等于2分之1的能量 好 所以我是用合力等于 已经算出TA跟TB了 所以假如这一题 只有问我神的张力 我是用合力等于算就可以了 不过 他还是在问我一个角度 这个程度 你发现 你们合力等于能算是我们要的东西 混的 那有些什么意思 那怎么办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什么 用我的合力等于等于 所以有时候要看他问的问题 也许他问的问题 就用TB 我用合力等于 用合力等于算还是用合力 不一定 一定要用合力去 但是有些提问用合力去 就用合力去算了 不一定要用合力等于 不管你用合力等于 但是先许都要把力找得出完 大小方向 自立点 这样容易是 也许要用两个 才可以点出完 好 那接下来 我们还有一个 这个净利评论 可以用的一个条件 看能不能帮我们解除这个角度 那合力去等于 你要找哪里支点都可以 但是这个支点哪里都可以 但是找到哪里 就比较容易算了 就要看你的智慧了 看你的无线情况 那在这里 我比较容易 我取V点回之前 这样的好处 就是我这个V 这个V 它的力矩就会多到 是不是 因为就没有力V的 那这样的话 它这个角度 跟这个夹角 很快 看起来很快 没有关系 至少这个V 我们就不用去找它的力矩了 那剩下的力矩是谁 是不是W 还有谁 TA 所以 以这个为支点 力矩和等级 表示只剩下 W跟TA的力矩 这两个力矩 那要等于0 就表示两个 大小微相的 方向会怎么样 相反 像TA 它是顺子针 W是什么 以这为支点 它是逆子针 就是我们讲的 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 针对大小 针对大小 你的W的力矩的大小 会跟你的TA的力矩的大小 所以相比 条方向相反 这样有问题 那DW的力矩怎么算 就你DW的大小 去成立 这个R 我用RF sine cta R是什么样 这个正义 哦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看这个sine cta 什么sine cta sine的支点 支力点 这个R 跟这个F的角度 算比上你用RFsine cta的时候 是用量算的 了解一次吗 这个角度是多少 你用这个图形 画一个補助平息线 你这是cta 这也是cta 所以这个角度 全部的cta 就是什么 90度加cta 了解一次吗 那你假如不这样 你用佛宗的方法 你不用RFsine cta 你是用F去成立 直接画到这里来 也可以 那你去把这角度 推出来就可以了 有没有懂了 你就可以算这个弹度了 好 那我没有办法 每一个题目 我方法每一个都教你 其实一开始去理解那个方式 所以这是重力的力 接下来比较难的是ta的力 那这ta的力 你怎么去算 一样 我用我的力量的大小 ta 去成立我这个ZR RFsine cta 这R就是什么 是我的L 但是接下来要做好 是不是就名sine cta sine cta 很多东西这边最不会 可能最后的高中里面就是 你主要是喜欢画力币 这里用画力币 你也不容易画 了解意思吗 不管这里要画力币 还是用反力分解 还是难在找角度 所以我这边就用R支点 支力点的R方向 这个角度赛起来 这个起来要R方向 跟这个力量的这个夹角 这个夹角 这个夹角做到 你这里画得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这是六十度 所以全部是多少 是不是六十度 所以这个是细长 这个小小这个角度 也会是小 所以上面这个会是多少 你这细长 哪会做到 是不是六十度选细长 了解一次哈 所以你发现 写到固理问题 前面不错 我搭搭实实的 把观念弄什么 可能有些东西真的 甚至是到了大学 有些东西真的是 是数学解析的问题 数学要解析不同意 好 所以在这边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好 那这个TA 刚刚已经算出来 TA要把刚刚的二分之 跟他跟W带进来 然后在L 然后呢 一样是Side六十度 解析感 我们先写的 先把这个画简单一点 W W消掉 2L 2L 这个也就会消掉 OK 2L 所以左手边 剩下Side的九十度加Side 就是Koside 而右手边 右手边 √3 乘以Side的六十度-Side 好 这里要用到分角公式 或者Side Koside 减去 Koside Koside 对不记得 分角公式里面会有这样 好 他剩下了把Side六十度也带进来 所以根奥三 再六十度 所以2分之根奥三 Koside Koside 减去 Koside六十度是2分之1 Koside 好 这个再整理 这个就等于 这Koside 更等于 Koside 乘进去 2分之3的Koside 减去 Koside 乘进去 2分之根奥三的Koside 然后Koside 再整理到右手边 正在这些数学动作 这个移到左手边 这个移到右手边 Koside 所以你就会得到Koside 会等于Koside 也就是 这个再把移过去 Ko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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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生计达是零边或是对边 零边或是对对 所以对是2 所以这个就是 角度是2 1跟到3 所以这个角度 其实你要是参生计达有对的话 就知道它是多少 30度 OK 好 你看 所以都有一点点难度去解 有点数学上 不要需要用到数学的技巧 所以我们物理上基本的 合力等于 合力级等于 可能很多同学会卡在 找那么要的角度 要的角度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